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不见 听不清 最小的那只运气不好 一次次跌倒在冰冷的石壁上 他们的妈妈其实就在吉米之外 惬意地趴着 冷冷地看着自己的骨肉 跌跌撞撞 老虎的生活并不容易 他的母爱不会分给弱者 在野外 有些小老虎 就这样死去 幸运的是 山洞里的这些幼崽 都及时找到了母亲的怀抱 开始吃奶 从这一刻开始 似乎一个个仔细地 舔势着自己的孩子 从此 他作为母亲 这段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小老虎们养大 这些小老虎的生命历程 对于中国 乃至世界东北湖的保护 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春天的脚步不可阻挡 这只生活在地球屋脊上的脏狐 第一次当妈妈 怀胎两个月 他终于在这个暖洋洋的季节 迎来自己的两个孩子 在高原上有个洞穴不容易 藏湖妈妈特地为幼湖挑选了一个地下宽敞 地上明亮的新家 幼湖现在还不能离开洞穴太远 大地就是他们的庇护所 两兄弟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 对他们来说 一切都是玩具 一块干牛粪 也可以玩出各种花样 八个月后幼湖才能独立生活 现在他们完全依靠母亲的喂养 生存环境的炎库 并没有阻挡白头叶猴繁衍的步伐 这是只刚出生一个月的白头叶猴宝宝 现在他浑身泛着金黄 天性使然 他已经对攀爬越越欲识 毫无悬念的猴宝宝成为整个家族的中心 穿金丝猴 毛发金黄 面孔发蓝 鼻孔朝天 这独特的样貌 传说是西游记里美猴王的原型 穿金丝猴多以家族为单位生活 每个家族有五到十只成员 小穿金丝猴降生在每年春天 成年以前都一直紧紧跟在母亲身边 三岁之前 小猴子无忧无虑 这个年纪的孩子永远精力充沛 兄弟间嬉戏打闹 谁也不愿意落在下风 年幼的树上王者 也有失守的时候 小金丝猴的手臂摔断了 他回到母亲身边 小心翼翼地靠近 母亲已经习惯了孩子的顽劣 他没有大惊小怪 只是把他抱在怀里 安抚他的疼痛 小鸭们已经等不及了 这只小鸭最勇猛 抢先跳了出去 温暖的巢穴再也留不住这些小鸭 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跳下来 这是每只小中华秋沙鸭必须经历的诞生典礼 还不会飞的小鸭伸开稚嫩的翅膀摔落在地上 幸亏他们的父母早就选择了松软的草丛 供他们安全着陆 小中华秋沙鸭 从此将跟着妈妈在河滩上生活 再也不会回到树上 那些未能孵化成功的卵被留在潮中 这是大乖的选择 也是自然的选择 从温暖的巢穴进入寒冷的水中 小鸭还要适应一段时间 大乖带着孩子们来到石块上休息 小鸭们赶紧钻进妈妈的肚皮下 谁会拒绝妈妈的怀抱呢 一位不速之客迎面而来 来者不善 雌鸭之间会为了抢夺孩子而争斗 获胜者将得到对方孩子的抚养权 这种现象叫做争除 大乖牢牢护住身下的小鸭寸步不让 绝胜时刻到了 决胜时刻到了 敌人败下阵来 大乖仍然心有余悸 确认周围安全后 才肯放孩子们重回河中 小鸭们还不懂这些成年后的艰辛 而作为母亲 大乖知道 要想生存下去 必须成为强者 大乖开始教小鸭们学习生存技能 他把孩子们带到一处闲滩 训练开始 笨猪的小鸭们 必须爬上长满苔藓的湿滑礁石 它们排好队 一头扎入水中 穿越激流 小鸭们必须拿出所有力量 高强度训练 会让他们的长谱变得更加有力 原本弱小的身体 已经能在激流中来去自如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需要休息一下了 妈妈的怀抱 总是小鸭们第一个能想到的地方 还有很多本领要教给孩子们 大乖先下水查看 确认安全 新的一课开始了 这次要学的是潜水捕鱼 潜水不仅需要技术 更需要胆量 有的小鸭还在观望 犹豫不定 大乖毫不留情 把它们轰到水里 与普通鸭类不同 中华秋沙鸭的嘴长而尖 两侧身有锯齿 可以轻松咬住滑溜溜的鱼 先天条件虽好 但要轻松地捕到鱼 潜水基本功是必须掌握的 这对小鸭们是个挑战 几只胆小的 就是不敢迈出这第一步 向来温柔的大乖 突然严厉起来 一只只团缩在水面上的小鸭 被它生生摁入水中 生存面前谁也不能怯弱 教学成效显著 这只率先潜入水中的小鸭 第一个成功地捕到了鱼 有了榜样 其他小鸭们自然不甘示弱 孩子们的动作还有些笨拙 但总算不负大乖的苦心 这是值得庆祝的成长时刻 它们拍打着还没有长成的翅膀 即便是飞不起来 也要扑愣几下 以示喜悦 一千多万年来 中华秋沙鸭 在母亲的养育和庇护下 度过一次又一次 环境变化和地质灾难 完成了种族的延续 它们像人类 这个地球上的晚来者 昭示着大自然古老的启迪 这些地球上的地球上的地球上 是妈妈在晃动树干 她提醒孩子 是该下树喝奶的时候了 可是幼崽还是不下来 她对攀爬兴致不减 总算玩够了 下到地面 她才不管妈妈是不是已经睡着 想喝奶的时候 就一定要喝到 做妈妈的总要面对这些无奈 尽可能地纵容孩子吧 毕竟母子共度的时光 也不过两年 幼崽大约在一岁半的时候断奶 从咀嚼竹叶开始 又再逐渐掌握独立采食的本领 之后 她就将踏上重返森林的孤独旅程 果然没过几天 新亚的奶水也渐渐地多了起来 母子的关系也得到了较大改善 宝宝终于可以吃上母亲的奶水了 小家伙的体格终于壮士了起来 这个午后 新亚母子迎来了惬意的休闲时光 然而初心的新亚很快制造麻烦 在哺乳期 小海豹的胎毛是不防水的 这个时候掉进水里 就有冻死或饿死的危险 在母亲的帮助下 小家伙经过多次尝试 终于爬上了岸 在野外 出生的小海豹 会紧紧跟随在母亲的身后 寸步玻璃 生怕被母亲丢下 而随着小家伙渐渐长大 好奇心也开始膨胀 它们开始不再满足于 只在母亲身边活动 而是乐于自己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为了安全和捕食方便 海豹一般会在缠载场附近冰面 保持至少一个入水口 而这些入水口 对海豹宝宝 却是个巨大的安全隐患 海豹妈妈 不得不时刻如临大敌 阻止宝宝们下水的欲望 而让马老师担心的是 对小海豹最致命的威胁 可不是入水口 而是海冰大面积的提前融化 今年的核心区冰情并不乐观 小海豹刚刚出生几天 这里的海冰却已经有融化的迹象 这种威胁海豹妈妈根本无力应对 每年都会有很多小海豹葬身大海 罪魁祸首就是这过早融化的海滨 画面中这头三国打果的小象 名叫杨妞 凭借这条彪悍的短视频 窜红网络狂乱点赞166万多个 这位大明星 住在西双版纳野象谷旁边的 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里 今年春天 随着野象谷重新开放 它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 西双版纳是亚洲象 在中国主要的栖息地 如今那里早已春意盎然 杨妞的细经潜力也彻底大爆发 淘气 卖萌 耍赖 搞坏 成了杨妞人见人爱的标签 但这可不是2020年的春天 我们再次关注杨妞的全部原因 我们再次关注杨妞人 他靠着自己的力量 睁开眼睛 懵懂张望这片 他即将展示的天空 五个月后 一个新的生命 将从这里出发 天地轮回 生生不息 这是残酷的高原 这是希望的高原 这是生命的高原 这是一只年轻的紫雕 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 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 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 紫雕 是大兴安岭 最具活力的独特物主 它们通常都会在 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 不过 到了时务短缺的冬季 也不得不白天出动 这一天 它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 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 它的绝大部分猎物 要么已迁徙离开 要么就是藏起来 东宁 留下过冬的山雀 就成了它最难得的选择 communities 绝大呦 可惜它的动作太大 山雀被吓跑了 不久之后 血过天晴 紫雕再次出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